记者洪辰洪高雄报道,高雄市左营区今天清晨5时25分发生赵涛车祸,一辆白色轿车与无性机车骑士发生碰撞,轿车驾驶人迅速逃离现场,无男脑出血送医,九侧值为0.84MGL,警方找到肇事者为曾姓空军士官,他音讯时表示因军人身份,一时心慌逃逸, 左营分局新装派出所获报,左营区博爱二路与明华一路口发生交通事故,赶底时发现33岁无性骑士昏迷路口,其银色机车倒了损,无男由119救护人员送往高一医院急救,警方在现场找到掉落的自小客车保险杆及车牌,以为肇事车辆,经追查找到驾驶人为20岁曾姓空军士官, 警方调查,事发时双方居年博爱二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,行径至该路口时,银色重机车一一位一辆断式左转急闯红灯,直接左转明华一路, 欲执行白色自小客车发生碰撞,无男道的昏迷,有脑出血迹象, 经院房抽血检测骑士无男酒测数值为168.5MG周,经换算呼气酒测值为0.84MGL 曾姓氏官英俊时表示,因具有军人身份,发生车祸后一时慌乱,才会离开现场, 警方训后依照是逃逸罪嫌向他喊颂